哥哥姐姐說故事 來聽故事囉 大家好 我是彤彤姐姐 大家好 我是大樹哥哥 大家有沒有看過日食 或是月食呢 有沒有 有 有看過日食 有 真的 我有看過那個圖片 妳有看過圖片 我也有看過圖片 妳有看過圖片 又看 很幸運 因為日食不是隨時隨地都看得到的 哥哥跟大家說一下 日食這個現象是怎麼發生的 就是當月球 走到了地球跟太陽的中間 我們在地球看太陽 太陽好像都不見了 或是只剩下一部分的太陽 這個就是日食的現象 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 就是跟日食還有月食有關的 這個故事就叫做 古時候有一位公子叫做牟蓮 牟蓮的心地非常善良 喜歡尊嚴佛法 又很孝順母親 可是 牟蓮的母親 她卻脾氣很壞 心地很差 有一天 牟蓮的母親就想了一個法子 要來惡作聚這些妙禮的和尚 但是哥哥先問一下大家 和尚是吃肉的還是吃菜的呢 菜 吃素的對不對 吃菜 吃肉 和尚不是吃肉的 和尚是吃菜的 那這時候 牟蓮的母親要怎麼惡作聚呢 這些妙禮的和尚 每天都知直到念經 生活過得好無趣 我來幫他們想點樂子 我要來做肉包給他們吃 我把他們的肉包放在他們的面前 騙他們說裡面包菜 那他們不就把這些肉吃下去了嗎 這個牟蓮的母親好陰險啊 她要騙這個廟裡的和尚吃肉 她就叫廚師做了360個肉包 送到廟裡去 但是牟蓮這時候就心想 母親怎麼會做出這麼荒唐的事情啊 我要趕快去廟裡告訴老和尚 牟蓮這時候就派人 到廟裡面去跟老和尚說了這件事情 老和尚這時候就準備了360個菜包 準備跟牟蓮母親做出來的肉包 調換過來 但是呢 牟蓮的母親並不知道這件事情哦 當她看到和尚們把包子 一口一口吃下去之後 就開始剖腹大笑 和尚吃肉了 好好笑被我整到了吧 牟蓮母親做了這麼壞的事情 還好這些和尚們沒有被騙 不過被天上的玉皇大帝知道了 他非常地生氣 一氣之下就把牟蓮的母親打到地獄去 還變成了一隻餓狗 但此時 牟蓮心想 母親在地獄裡面一定很辛苦 我要趕快去把他救出來 孝順的牟蓮就到了地獄裡面 一關一關地闖下去 把牟蓮的母親給救了出來 但是牟蓮的母親呢 卻不知悔改 反而呢 跑去找玉皇大帝算賬 羽皇大帝在哪裡 出來 不出來沒關係 那我就去吃太陽 吃月亮 我要讓你們的世界沒有光 萬一太陽和月亮真的被吃掉了 世界就沒有光了 那該怎麼辦啊 還好這餓狗最怕的 就是敲鑼 打鼓 放鞭炮 這種吵雜的聲音 所以在地上的人們 只要看到月亮 好像被餓狗咬了一口 缺了一腳 牠們就會趕快敲鑼打鼓 放鞭炮 餓狗就會嚇得把月亮給吐出來 但是餓狗呢 一點都不甘心喔 吃不到月亮 我去吃太陽 牠看到太陽之後 就大口大口地把 吃掉 那這時候問一下小朋友們 那如果太陽被吃掉了 我們該怎麼救太陽呢 放鞭炮 或是敲鑼打鼓 沒錯 敲鑼打鼓 因為餓狗很怕這種吵雜的聲音 所以餓狗就這樣 一下子追太陽 一下子追月亮 吃進去又吐出來 這個就是天狗十月的故事 但是呢 這是一個傳說故事對不對 那哥哥來問一下大家 真正的日食跟月食 真的是太陽跟月亮被吃掉了嗎 沒有 不是啊 不是對不對 對啊 剛剛大叔哥哥有告訴大家了 日食和月食是一種天文現象 但是因為古時候科學不那麼發達 大家還不懂 所以才流傳出了 這麼一個有趣的故事 那今天的故事好聽嗎 好聽 好聽 下一次再聽哥哥姐姐說故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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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